早安 你好 我是陈元澄 现在时间早上七点钟 欢迎你收看2月10号星期一的年代早报 新闻开始马上最短时间 带你快速扫描各大报的头版焦点 首先带你关注自由时报 世卫组织透露 台湾专家将线上参加这个礼拜 研讨武汉肺炎病毒的专家会议 外交部昨天肯定WHO演绎 邀请台湾参与是好的开始 而且表达了派人与会的强烈意愿 雷后报带你关注 国内出现第18名新型的 冠状肺炎病毒案例 而且这是台湾首届的确诊案例 没有症状感染者 专家担心万一没有症状 就可以传染的话 那么社区感染的风险 势必会增加 专家现在打算了 要扩大裁解确诊案例的 无症状新易接触者 中国时报同样关注 台湾首次出现了无症状的病例 他是先前公布 由意大利在香港转机 50多岁夫妇确诊病例的儿子 这个儿子跟父母出国同优时感染 目前没有发烧的症状 是累积的第18例确诊案例 指挥官陈时中表示 将会请专家研议 把亲密接触者 也列为裁剪对象 从全球的数字来看 武汉肺炎的病例还在持续增加当中 我们现在确诊来到了18例 但是中国确诊已经来到了 39,818例了 死亡人数905人 在全球确诊人数 也已经来到4153例 现在大家相当担心的 就是在邮轮的部分了 钻石公主号又惊喘 百人身体不舒服 日本厚山劳动省宣布 将再对数十人进行检疫 现在已经有多达70人 确诊武汉肺炎了 随着出现症状的旅客越来越多 感染人数可能还会在网上增加 而船上的台湾魔术师陈日生 昨天开直播报平安 但他说虽然没有发烧 不过免疫力下降了 导致嘴巴长了 唇炮疹 不是只有钻石公主号 新梦邮轮旗下 世界梦号也曾经在了确诊的旅客 拥有国际邮轮协会呢 现在发出禁令了 要求禁止14天内 入境中港澳地区的人员 包含转机 还有14天内接触过 疑似或确诊 病例的人员登船 登船前要经过检查 如果有需要的话 可以针对一次病例提供筛检 而现在很多地方 飞到中国的航班都取消了 在印尼则是从5号开始 全部的取消中国航班 导致3000名的中国旅客 滞留在巴厘岛 中国因此在8号早上 派机前往当地 接回滞留的中国民众 回到武汉 没想到整架飞机 可以提供189个座位 但竟然只有61人 愿意搭机回到中国 而现在肺炎病毒重创我们的观光业 台中一家知名的店家春酒订单 被取消了将近400桌 损失将近300万 2月中旬起 他们决定让员工放无薪假了 台中一家酒店的火锅餐厅 也从今天开始到4月30号 暂停营业 而高雄饭店餐厅的春酒生意 保守估计平均取消30成以上 武汉肺炎冲击观光业 相关的纾困措施跟振兴方案 行政院说最快今天会拍板定案 另外带你关注最新的社会焦点 今天凌晨2点多 高雄发现了住宅火警 锦销赶到之后涉水抢救 本来以为烧毁的只是杂物 没想到居民说有听到爆炸声响 之后看到了火光 还有人说有两个地方都是起火点 怀疑是遭人纵火 详细状况把时间交给记者张光辉 继17年前的SARS停航之后 小三通再度因为武汉肺炎病毒而停航 若会停止小三通客船往来之后 再宣布今天开始暂停两岸海域客运的直航 大小三通每个礼拜大约386航班 旅客将近3万人 换算一个月影响12万人 另外由于广州加入封城行列 中央流行一起指挥中心宣布 把广东列为一级的流行地区 而现在两岸直飞只剩下四个城市五机场 今天是大陆官方宣布的全面复工日 很多本来打算回到大陆的台商 因为航班的线缩再加上沿路感染的风险高 回去还要隔离两个礼拜 他们干脆打消回去的念头 让台商跟台港回工作岗位这条路相当困难 而接下来是千里取要同样不容易 因为现在还有上百名的台湾人 坠楼在武汉没有办法回来 我们访问到了一名驾到台湾的陆佩江小姐 她当时是回到中国探亲的 没想到现在被困在当地了 想到两名在台湾的小孩 她不禁哽咽了起来 她本身也是有慢性疾病的 药物快用完了 跟江小姐一样的是一名14岁的邪有病童 本来以为她可以搭手班的包机回来 但没有搭上去 还好在台商的帮助之下 她现在拿到了救命药 一驾从韩国飞到台湾的班机 昨天下午抵达松山机场的时候 竟然客舱冒烟 根据老姐当客舱组员发现 有旅客包包里面的零电池冒烟的时候 班机已经降落在机场了 空服员的现场紧急倒水降温 才没有造成任何的安全疑虑 另外带你关注一名男子跟女子交往的时候 在旅馆投诉时曾经拍她的入狱照 两个人分手之后 女子指控对方偷拍她的裸照 涉嫌妨碍秘密罪 台湾第一月二审认为 女子一审庭的陈述说呢 当时看到男子拿手机在拍她 二审庭却改口了 认为女子在分手前 已经从前男友的手机看过裸照 但竟然在一年多后才提告 已经超过六个月的告诉时效 已经要带你关注为了防范武汉肺炎 政府宣布 那往开始 国际邮轮一律不可以停靠我们的港口 因此保平信号昨天中午12点离港 但接着他们跟政府争取 用飞运运的方式靠国基隆港 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昨天同意了 让保平信号以飞运运的方式来停靠 但是14天内去过中港澳地区的外籍船员 还有中国籍的船员都不能下船 那是喜红旅行社开出了旅游业无薪假的第一枪 今天开始基层员工每个礼拜加放两天的武汉疫情假 等于是直接打脸交通部长林佳龙 传出观光局紧急介入 要求喜红暂缓放无薪假的规划 就是担心颜面无光 旅游业真的受到相当大的影响 新北市万里县现在是产季 但是也是受到武汉肺炎的影响 之前政府公布了钻石公主号的游客 上个月底曾经造访万里野柳一带 导致万里县的重要产地归后于港 周末的中午用餐尖锋时间门可罗雀 店家无奈地表示 营业额跟以往同时段大减了六成以上 而现阶段万里县的价格是没有变动的 如果影响时间拉长 可能会促使业者降价促销来吸引民众 但是在香港武汉肺炎疫情同样肆虐 在九号就新增了九起的确诊病例 一位男病患把病毒传染给祖母跟许多家人 目前全家呢九人确诊了 根据了解这个病患 之前曾经跟来自中国的亲友一起吃火锅 因此染病 台湾的大学港澳生大约有1.2万人 因应疫情发展 他们回到台湾都需要居家检疫14天 最近各大学的港澳生纷纷回来了 有人呢被学校从机场接到隔离宿舍的时候 看到眼前的警力跟封条当场哭了出来 他们说这14天就像是住监狱的生活 心理冲击相当大 不过也是因为武汉肺炎疫情的关系 现在网络上出现了很多假消息了 我们要郑重地告诉大家千万不要相信 有人说氢化物可以对抗病毒 专家告诉你了 病毒还没有杀死 人就嫌没命了 这个社团上流传说 氢化物可以用来治疗武汉肺炎 不然磨苹果子来吃也可以 警方接获举发追查 发现流盐的是在日本留学的学生 目前不在台湾 所以要求家长协助声闻 也通知他回来做笔录 接下来也是提醒大家不要恐慌 因为上海市政府有官员说 病毒可以经由气溶胶 也就是借由飞沫为力来传播 换言之空气就可以传播病毒了 引发各界的恐慌 倒是我们的专家告诉大家 目前还是以飞沫传播为主的 专家提出两个论点了 第一个论点是 如果真的有办法 透过空气传播的话 那么在中国的院内感染 一定会扩大 因为中国的医院 几乎全部都是中央空调的 但目前他们并没有 严重的院内感染 所以排除了空气传播的可能性 再来感染科权威也告诉大家了 目前这个肺炎病毒是咳嗽 主要感染我们的上呼吸道 所以这个咳嗽例子是比较大的 通常是透过飞沫这种短距离的传播 因为透过空气传播的话 那么这个病毒的例子 要比这个咳嗽的病毒 要小很多才有办法 第92集奥斯卡金像奖颁奖典礼 即将在台湾时间 今天早上登场了 今年战况激烈 最大奖 最佳影片 外界分析可能是战争片 1917跟南韩电影 寄生上流来争夺 而最佳男主角预测 这个主演小丑的 瓦昆菲尼克斯拿下 注意主题入围 最佳女主角的 瑞尼奇威格 也被看好 高龄98岁的前 总统李登辉8号晚上 因为喝牛奶太快 呛到了不停咳嗽 紧急送到台北荣民总医院 李登辉办公室主任 王彦均说 目前状况很难说 好或不好 为了慎重起见 院方交代 要留院观察 何时能出院 还不清楚 另外带你关注 对抗武汉肺炎 世界卫生组织WHO 决定在明后两天 举办论坛 会邀请全球 大约400名的专家来参与 但这些专家 来自高风险的区域 所以最后决定 采取线上会议 WHO也证实了 台湾专家 这次会用线上的方式 来与会 在中国的确诊人数 从三字头变到四字头来 带你看一下 最新的确诊数字 现在我们的确诊病例 是来到18例的 但是在中国的部分 确诊人数已经来到了 40,217例了 而死亡的病例来到905例 全球的确诊病例 是来到4153例 死亡人数来到906例 而现在武汉肺炎也增加了 一例确诊病例在国内 这是到意大利旅游的一家四口 继父母跟其中一个儿子 确诊之后 昨天另外一个儿子也确诊了 他的11名同事居家隔离 一家四口的密切接触者 总共有78人 值得关注的是 这个个案呢 因为没有症状 所以指挥中心 未来要找专家研议 两个部分 一个部分是要确认的是 到底没有症状的人 在当时是有没有办法传染的 另外一个是 过去呢 跟确诊个案的亲密接触者 顶多是居家检疫隔离而已 现在考虑了 未来只要是确诊个案 跟这个确诊个案 亲密接触的人 全部都要进行裁剪 只非只剩下 四城市五机场 今天是大陆官方宣布的 全面复工日 很多本来打算回大陆的台商 因为航班限缩 再加上沿路感染的风险高 回去还得隔离两个礼拜 干脆打消了战时回去的念头 让台商跟台杠 他们说呢 回到工作岗位这条路 实在是太难了 目前还有上百人被困在 武汉回不来 我们访问到一名 驾到台湾的陆佩江小姐 她说回到中国探亲 现在被困在这个地方 想到两名在台湾的小孩 让她不禁哽咽 她本身有慢性疾病 药物快用完了 跟江小姐一样 之前大家关注的是 这名十四岁的写有病童 政府启动了千里送药计划 在台商的热心帮助之下 她终于拿到了她的救命药 医疗人员可以说是 占到了防疫的前线 医院是高风险的感染区域 再加上现在担心了 有民众会隐瞒自己的旅游史 所以现在不管是健保卡 还是身份证 都可以查到你过去的旅游接触史 就是担心有民众 会刻意地隐秘病奇 而且现在呢 医院的检查更可以扩大了 其实如果你事先预约的话 透过身份证字号的查询 医护人员就会知道 你有没有到过所谓的高风险区域 那么让他们及早做好相关的防疫动作 钻石公主号又惊喘 百人身体出现不适 日本厚生劳动省宣布 将再对数十人进行检疫 现在已经有多达七十人确诊 随着出现症状的旅客越来越多 感染人数可能还会增加 而传上的台湾魔术师陈日生 昨天开直播报平安 他说免疫力下滑了 导致嘴巴长了 全炮疹 感染的温床 所以现在国际邮轮协会发出了禁令 三类人不要再上船了 哪三类人呢 包括了14天内入境中港澳地区的人员 还有转机 以及14天内接触过疑似或确诊病例的人员 都是不能上船的 上船之前要先经过检查 如果有需要的话 可以针对疑似病例提供筛检 行车开出了旅游业无星假第一枪 今天开始基层员工 每个礼拜加放两天的武汉疫情假 等于是打脸交通部长林佳龙 传出观光局紧急进入 希望喜红可以暂缓 至于是否买账 喜红并未对外说明 同一认为 现在气氛跟SARS很像 减薪放无星假是迟早的事 而之前钻石公主号的游轮游客 在上个月底曾经造访万里野流 导致万里线重要产地归后于港 周末的中午用餐尖封时刻 餐厅是门口罗雀的 店家很无奈地说 一夜跟以往同时段 大减六成以上 现在万里线的价格没有变动 但是如果影响时间拉长的话 可能会促使业者降价促销 吸引重 上海市政府有官员表示 现在武汉肺炎病毒 可以经由气溶胶来传染 也就是说空气就能传播了 引发各界的恐慌 但是我们的学者提出两个论点来驳斥了 台湾的学者说 如果真的是透过空气传染的话 那么想一想 其实中国武汉的医院 几乎都是中央空调的 真的透过空气传染的话 那么在中国的院内感染一定会增加 但目前没有这样的迹象 第二个论驳斥的点是说 因为如果真的是透过空气传染的话 通常透过空气传染的病毒粒子 都是比较小的 但是武汉肺炎主要是经由上呼吸到感染 咳嗽出来的病毒粒子是比较大的 因此他们认为现在还是以飞沫传染为主 全台大学的港澳生大约1.2万人 因为武汉肺炎疫情的关系 他们回到台湾都要居家检疫14天 最近陆陆续续的有学生回来了 有人被学校从机场接到隔离宿舍的时候 看到眼前的警铃跟风条当场哭了出来 说这14天就像住监狱的生活 对他们的心理冲击是相当大的 香港在昨天新增了九起的确诊病例 一位男病患把病毒传染给八名的家人 根据了解他之前呢 曾经跟来自中国的亲友一起吃火锅 疑似因此染病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